王日華太太梁傑華7年前患上急性骨髓性白血病 雖然一直積極治療 但日前都因為器官衰竭細細 中年59歲 這下午王日華免用潮水 親自駕車載女女王之情來到殯儀館處理太太的身後事 肯定是十三日切離十四日出份 其他事件都做好 儘量清淡一點 最主要是我太太生前很喜歡佈置家 每一個字日都佈置不一樣的東西 她喜歡美麗 希望這次幫她做得 整個禮堂的感覺就是 入到你了 很美、很舒服 通知通知我會通知所有她的親戚朋友 因為現在她的手機裡 很多她的朋友都問我 她什麼時候出品 大家都很想見她最後一面 我會通知所有親戚朋友 疫情的環境 我們大家控制不到 大家有心的就是盡量 兩位現在心情OK嗎? 我OK的 因為這件事不是很突然發生 都有幾年時間 她給我們慢慢適應 去接受這件事實 就是我們 我們都知道 這一日始終都會來臨 就是可以在這三年的時間裡 慢慢給我們適應 去接受這件事實 就是我們坦然去面對 去堅強去面對 很漂亮 很漂亮 多年都頂住 很漂亮 她真的很漂亮 就是無論她在事業方面 接受家人方面 接受動物方面 以及她做人 都很堅強 她永遠不會放棄 以及不會向困難屈服 就是無論她是怎樣 無論她是怎樣 就是這幾年 無論她是怎樣 真的很辛苦 就是大家看到 就是都會很心痛 但是她都沒有放棄過 她是一定要堅持到底 就是希望可以 打人的場仗 她一關又經過一關 又一關去克服 就是我覺得她這種精神是 就是可以帶動給人一個訊息 就是不要放棄生命 生命很重要 那她到最後的時候 是不是真的很辛苦 不會了 就是見她很 可能在流離期間 就是她的痛苦已經過了 就是一直緊迷著 都應該是的 就是那段流離期間 那些器官衰竭 她走得很舒服 我們跟她說話的時候 我們感覺到她是笑著走 OK的 她帶得很好 她始終是擔心我女兒 因為她還未嫁人 還未結婚 又擔心她媽媽 但我說你放心 那個女兒大過女兒了 我不會照顧她 她照顧我了 王子澄昨晚在IG站上 不捨得媽媽離開 還說希望媽媽來生 可以跟自己調轉角色 做自己的女兒 又自己照顧對方 是呀 是呀 她說的 她說 就是媽媽這一生 這麼辛苦這樣 照顧我 她照顧我 放棄自己的事業 就是為了我 她這麼辛苦 希望我都可以體會到她的角色 調轉角色 沒有很多 因為這麼多年都沒有說 是嗎 是嗎 有發夢嗎 媽媽 暫時還未 但是 看到一些黑鵝在家 好像會聽我們說 我選了 是媽媽 還是那些 辛苦上來 她有病 她很不喜歡拍照 我可能之前也說過 她去年母親節的時候 她又願意跟我拍照 我很開心 因為 我發覺可能WhatsApp 跟她的對話 我自己看回 可能這四年來 跟她的照片 可能 都是只有四五張 那 去年母親節 她又願意打扮 跟我們出去吃飯去拍照 有一張是我幫她拍的 很漂亮 是我們一個會 有畫一粒石頭寫著健康 我那年買了給她 她拿著拍的照 這樣就選了那張照 我希望她可以戴著健康 這樣 然後 是否也是做媽媽那份 去照顧媽媽 一定會 放心 我和女兒都可以 夢想快樂 是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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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M. M. 感谢观看